中国的核电宝来了 以核动力航母无关 但是战略意义重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仙少 近日记者从中核集团获系 全球首个陆上商用小型反应堆 零龙一号核岛安装工程 在海南昌江正式开工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 全球范围内 目前正在开发的小型堆技术超过40种 但成熟的不多 中核集团零龙一号 是全球首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 安全审查的小型核反应堆 这标志着我国在模块化小型堆领域 走在了世界前列 零龙一号取得新进展 证明中国在核反应堆的小型化方面 获得了重大突破 标志着中国在小型模块化压水堆开发 以利用中已经取得领先 要注意 零龙一号的体积只有常规核反应堆的三分之一 依此同时 它的发电功率是12.5万千瓦 据相关数据显示 它的最高输出功率达到了28万马力 已经达到以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使用的 两台AEB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相当的水平 现在的问题是零龙一号能作为中国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的动力装置吗 从目前的情况看 还真的不行 航母上的核动力装置不是简单的民用队 它有一个指标 那就是浓缩油的浓度要达到60%到90% 美国航母使用的浓缩油风度在90% 所以30年不用更换燃料 中国如果要将零龙一号配备在核动力航母上 那么起码要15年一小修 20年一大修才能勉强满足使用需要 所以我们必须吃透高风度浓缩油所带来的 核心和燃料棒抗溶石的办法 研制出安全性能满足军用的蒸汽堆才行 这远不是零龙一号能够完成的任务 其实我们光想的零龙一号能不能用在航母上 那就有点狭隘了 零龙一号具有小型化、模块化、一体化等先进的革新性技术 这种反应堆的取迹小结构紧凑 对于冷却水的需求也很低 这使得该型反应堆可以建立在一些水资源不丰富的内陆地区 以提高核电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度 据了解这种小型核电站的主要用途是海岛、矿区、高耗能企业等多种场景的能源供应 可以作为分布式电源建在接近工业区、人口密集区 以及大型人造岛礁等地点 实现城区供热、工业供热、海岛供电 获用于海水氮化等等 它还可以为偏远地区的中小型电网供电 在战争时期也能为电网进行紧急补电等等 玲珑一号在中国的使用场景非常多 其中又以为岛礁供电最为突出 因为有了玲珑一号 就能极大地改善大型海岛的能源供应环境 进一步提高这些岛礁的军事战略价值 另外在目前全球处于运行状态的400多台核电机组中 约有十分之一已经实现了热电连供 所以玲珑一号也可以为中国的城市推进核能供暖 做出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 玲珑一号是中国在核电领域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一个标志性的进步 其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虽然不能用于航空母舰 但是具有极高的军事应用价值 也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其应用前景甚至超过了核动力航母本身 当然有了成熟的玲珑一号 中国的核动力航母所用的核反应锥技术 应该也不会太远了 好 今天的评述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